PS5买日版还是国航 现在是2023年的8月 国航光驱的价格已经来到了3089 日版光驱是2994 相差不到100块钱该怎么选 下面说说我的建议 第一 看中保修的选国航 主机两年质保 手柄一年质保 都是全国联保 买的时候记得要发票 一般日版主机都是电库保修 可能会有扯皮现象 第二 看中账号登陆方便的选日版 日版PS5不需要找人做备份 港服账号可以直接登陆 国航PS5在这方面稍微差点意思 有点门卡 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 国航PS5以后可能会被封住后门 如果你特别在意这点 直接选日版或者港版 买日版主机需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电压 有可能是110V 具体问一下客服 第二那就是5GWiFi的信道 日版的Switch和日版的S-Valse也有这类的问题 日版主机的5GWiFi的信道和我们国内路由器5G信道是不一样的 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重合的地方 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网线接PS5 不用WiFi一劳永逸 如果你特别想用WiFi怎么办 可以用2.4G的WiFi 因为2.4G的WiFi不存在WiFi信道的问题 如果你就想用5GWiFi该怎么办 直接用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怎么都连不上你家的5GWiFi 那就需要设置一下路由器 手动把5GWiFi的信道改成日版PS5能识别的信道就可以了 具体信道如图 或者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PS5日版还是国行 你会怎么选呢